同樣是中華時報的話題 忠信兄弟今年在一組之後 是特別重心打到了豪華的忠信打線 但沒想到黃三軍開季反而陷入了打擊的低潮 球隊得分締造了難堪的聯盟性低 對 雖然說今天的比賽相對是打了不少分 不過相對的總教練是長橫認為 他們在得點圈的打擊率太低了 的確是目前需要儘快解決的問題 出發啦 左眼方向 雷上有人打不回來 這不是種魔咒 而是球隊打擊確實出了狀況 忠信兄弟在11號的比賽開打前 得點圈打擊率才1成7三 是聯盟唯一一支不到兩成的隊伍 而且球隊只要被攻下2分 就無法扭轉戰局 開季13場只得到25分 創下史上新地 分數看得到卻吃不下來 相對戰績當然敬佩莫作 不是只有中心打線 有時候碰到其他前後棒的 前面的棒次後面的棒次 有得點圈還是沒有辦法攻進來 黃三軍本季打造黃金打線 除了原本恰恰彭正銘跟周董 中師旗外 還補強了旅日好手林維柱 和MLB銀棒獎得主羅培茲 結果開季至今只有恰恰穩定發揮 羅培茲則是已經打包離隊 操縱計畫再找新洋炮 重新竄起中心打線 這個野手的外籍選手 對我們的整個攻擊力 是有幫助的 那這樣當然是我們想要的人選 球隊不只寄望洋炮助拳 奔路球員也要爭氣 周時旗日前還下二軍調整 期盼盡快早為收趕 我覺得就持續練習 一樣保持平常心 那我相信時間會過去 然後盡力全力以赴就好了 索性向對投手開季表現不俗 團隊制設分率不到三 幫助球隊手下四場勝利 但是就像曹總說的 攻守要平衡 傾銜的天平無法確保勝利入袋 打擊要發威才能挽回 開季的劣勢 UDN TV 許家榮 楊玉昕 新北市報導